第一十題 原本禁止的輪子以O點為轉軸 則又圖哪一個輪子受力後 其運動狀態為會移動也會轉動 我們曉得要會移動必須合力不等於0 要會轉動必須合力取不等於0 圖A我們看到這兩個F都是向下 這兩個F都是向右 所以他顯然合力不會是0 但是他們的力都通過我們的轉軸支點 所以他們的力幣都是0 所以他沒有力矩 所以他不會轉動 所以我們不選甲 那麼以我們這邊的這兩個力會平衡 可是這兩個力都向的是左 所以不會平衡 所以他會移動 但是這兩個力量的力都通過轉軸 所以他沒有力矩 而這個力矩會使他的叫做逆時中轉 這個力矩會使他順時中轉 兩個一樣有抵消掉 所以他的合力矩還是0 所以他也不會轉動 那麼圖D我們看到兩個F向上 一個F向下 表示合力不等於0 他會移動 但是這個力通過的所謂的轉軸 所以他沒有力矩 而這個力矩會使他順時中轉 這個力矩會使他逆時中轉 又互相抵消 所以合力矩還是等於0 所以他依然是不會轉動 那麼丙呢 這個兩個F是向左 一個F向右 所以顯然合力不等於0 所以會移動 那麼這個F呢 通過轉軸 所以他沒有力矩 而這個力矩呢 會使他順時中轉 這個力矩也使他順時中轉 所以他合力矩呢 不會是0 他會順時中轉動 所以他既會移動 也會轉動 所以第十題問我們說 圖中哪個輪子受力後 其運動狀態為 會移動也會轉動 我們答案選擇是C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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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